警方赶到现场两男一女站在路边 本以为是车祸 但两名男子手上分别拿着锯子和狼头等危险物品 带你来看现场画面 你们在干嘛 没有车祸车祸 车祸 手上拿那什么东西 深圳发生车祸但怎么看都不像 一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其中一名男子不满女友跟别人走太近 把对方约出来谈判 双方本来要好好讲 没想到男子情绪激动两人大吵 各自身上还带着武器 男子拿锯子和铝棒呛虾 对方拿工作用狼头猛灰 简直吓坏人 事后警方到场男子声称 带铝棒巨子是怕遇到坏人防身用 对方说带狼头是因为当天有工作 各自找理由梦骗警方 感情纠纷相约谈判 各自带家伙夸张行径 也被法官判处三千元罚还